早晨, 各位歡迎收看九月十三日 星期四早上的節目 我想隔夜大家都人生有少少希望 當然不用說輸錢, 沒有希望 不過市本身又多難給大家希望 今天有機會大幅高開 有機會三四百點左右的幅度 先講講, 都循例講講美股 美股不算很強, 三大指數個別發展 道指和標指有得升 道指25998升27點 S&P500指數288升1點 而納斯達克指數7954跌18點 三大指數升跌幅介乎在-0.23%至0.11% 都是相當輕微, 可以說是橫行 投資者的關注點, 除了落在隔夜的美股身上 當然, 還落在蘋果新產品的發佈會上 好了, 現在市場上 看到很多, 包括 這個所謂叫做iPhone XS 應該說iPhone X iPhone XR iPhone XS iPhone XS 這部Maxi 哇, 有一部Maxi大到 哇, 看一下 比搖胸大 差不多 轉頭自己看看 哇, 整塊板 價格當然, 也是平時的水平 因為現在市場說 搬廠去美國都未成事 但不要管它 其實除了關注那部iPhone手機之外 當然關注蘋果股價 有沒有因此而受到刺激 你見到納斯達克指數跌 哇, 是不是說 蘋果以及一眾科技股份 都未能夠拉升呢? 是的 蘋果結果隔夜要跌1.2% 下回221元的水平 所以跌了2.7元 市場對於iPhone XR iPhone XS iPhone XS 什麼事? 哇, 現在的名字很複雜 我現在的名字 似乎未曾感受到很大的刺激性 電到那部機器 現在看到 iPhone XS Max 6.5寸螢幕 1099美元 如果你有512GB的話 1449美元 當它1450 1449 就乘回了7.85元 都是11,400元有炒 買到10S Max 大家自己上網瀏覽一下 美股方面做成這樣 當然我們看港股 現在9點22分 很慶幸開出來 真如預期 嘩 彈到453點 1.7的百分點 厲害 留意一下 一上就上到26,800點 26,800點 當然我會說 反彈的時候 逐級逐級來 因為大家都明白 現在在貿易戰未釐清的情況下 你只能當它是一個反彈史 當然我都報一報 究竟現在的情況是 為何會有這麼大幅度的彈力呢 市場關注 究竟中國和美國是否重啟貿易戰的談判 你說 喂 流料 舊文 上次 又是試過見面 跟守的市 哪裏升 但你不要忘記 上次那些 黃壽文 我有沒有記錯 你聽過嗎 你知道他是甚麼人嗎 沒有人知道 一個暗洞去見另一個暗洞 其實得出一個暗洞 都是很正常 兩條無名事 跟著談出一堆廢話 交換意見 跟著沒有達成意見 是很合理的結果 所以 好 暫時不是 知情人士指出 美國的裁長 無音 率領的高級官員 由他親自率領 最近向中國副總理劉鶴 OK 這種級數 如果劉鶴也不認識 你真是吃招 向劉鶴發出邀請提議 召開另一次會談 來討論雙邊貿易的問題 因為這樣 大家看到人民幣離岸 價格的東西 應聲急彈 現在是6.8369 6.8369 如果說在未彈之前 以昨日的低位 是6.8891 如果去到8369 足足有520個點子 520個點子 聲勢可以說 相當之零厲 但當然 都是維持在6.84水平 只不過過去兩天就低了 所以 現在來回這些位置 好像說500點子 但其實都是在我認為的關鍵位 6.84附近 當然 投資者不需要對美國有太大的憧憬 因為 美國對於中國 現在這一刻 當前要解決的 還是謀赤的情況 非常嚴重 一天解決不了 特朗普 就不會收手 而所謂這個解決 往往不是說 我們不打貿易戰 而是 一個 大家都可以接受 但是 高的關稅 我相信 所以 你說 對於經濟的影響 繼續 都會有打擊 當然 答應了 這些 之後 就起碼 當他不是好像金正恩 今天不知道明日是 明日又不同 後日是 好了 不過其實 特朗普很難當他 不是出耳反耳 他習慣反口複蝕 所以我只可以說 你就當著先 他有沒有機會 agree on 一些terms 可以令市場覺得 告一段落 現在不敢太過 叫做樂觀 即管 放長雙眼 而我最想跟大家說 就是一個點 現在恆生指數 反彈450點 開就開得很高 但是我經常說的 楊竹 楊竹 就不代表 只是上升就夠 楊竹 通常一支 是open close 是要收得高 比開還要有差不多 而不是當你高開的情況之下 反而要收回來 就算今天升 453點開 待會只剩353 253 153 或者53 都全部是陰燭 都證明在日中開市之後 買盤不強 反而是套利 你一定要關注這件事 老實 因為在跌市裡面 很多人都還在等著反彈套利 所以記住 我要的是這個 絕對不是這個 那管 在陰燭的情況下 升205點 305點 都其實是很開心 但是 我不是要這些 我要高開之後再高走 而老實說 高開450之後再高走 其實都挺難的 難道升550 當然 我說不通 但是如果他升到 我極其非常開心 我希望是這樣 所以大家 真的自己看近一點 我不是要升市 我要楊竹 大家留意著 好了 現在9點28分 暫時再看看 活躍成交額榜上 騰訊升了2% 銀河娛樂升了昨日跌的 升了4.3個百分點 友邦 蒙牛 建行 平保 工行 干踏 全部升了2% 吉利升了昨日跌的 5% 還沒見到 中國生物製藥和石藥輕微 但不夠1% 只是彈1.2% 指0.7% 去到16.82% 記住 如果從一個叫做 薄反彈的角度 或者 什麼角度都好 這些股份穿了底 一定要收穩 前底位 才叫做直薄 薄反彈 我寧願你薄其他股份 當然 平保 會較為長一些 希望它可以站上去 十天線 十天線 就大概在 那些 叫做 74.7 那些位置 大家就自己想想它 29分 開一去廣告之後 看開線 好 現在恆生指數高開 高走 今天永遠記住一個數 一個什麼數 一定要記住 453 就是剛才高開的情況 一日今日 不是升超過 453 都是任足 當然 454 算不算楊竹 算靶 算靶 意思就是說 其實老實 楊竹 我個人很高要求 你要明白 因為跌市裏面 如果你這麼低要求 求其彈100 你都說是反彈 或是一件底 然後買進去 你就死硬 要設定要求很高 453 高開都重要 喂 給回100 怎樣足 553 不知道 現在正在做 511點升幅 688 58 剛才我講漏了一件事 就是 反彈也有個首階段目標 當然 很簡單 前底 留意這些位置 26871 26871 前底的位置 我相信那些位置 看看可不可以站好一點 如果站到的話 那就恭喜了 我絕對希望過時升 我希望大家人人歡喜 好了 記住這件事 現在升514點 老實 今天我會想事情 我會想事情 過去這幾天 我經常說 在陰燭的情況下 你不要讓我想 想都是多餘的 但如果你願意給我 我會想 想什麼呢 想想有沒有新的東西 想想一些舊的東西 什麼都可以 好了 不如先講舊的東西 輕輕掃一下掃一下 我想今天你們都多問了 那就 留意一下 舊的東西 868 暫時升2.8% 9.09% 我對它不離不棄 2388 中銀香港 現在36.1毫半 升1.9% 留意一下 中銀香港在四天之後 是除淨的 除淨的時候 就有五毫四千半 其實都算不錯 老實說 五毫四千半 接下來這幾天 不排除 先炒Price 你自己去留意 走勢方面 應該都OK 好了 留意一下 先看看你們的問題 早晨早晨早晨 一個百分點 我也是那句 若股就是若股 即是若品股就是若細股 若細股就是若細股 那就不要亂反彈 以8月17日的低位 17.62的話 到現在這一刻都未曾收復 現在這一刻都未曾收復 你記住 17.62 現在16.86 所以 不要亂來 不要亂來 有貨 照保留 但是 你因為彈 今天不到 可能明天到 但是你就不要加 你除非一定要站到17.62 你才可以說脫險 加不加得 到時才問 現在問也不要問 現在只保留貨 算數 就讓他彈 看看他可不可以 今天不行明天可以 但是你不要急 一切 處之泰然 好了 跟著就說 現時適合買債券嗎 老實 我問你 真心問 債券 時時刻刻都適合買 但是情況就是 你買債券的錢 你要長持 債券 我不知道你什麼債 正路來說 很多時候都是 hold to maturity 真的拿到到期 我不知道你將債是三年兩年還是多少年 中間你不要問我 捉回來買股 好不好 你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決心 等於老實 我叫你買中電 你都可能半個月後就會說 恆子見底 我捉回來買東西好不好 喂 債券不行的 你有沒有這樣的行心 有的時候你再說 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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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昨天收市不出來 嚇到人們半死 以為你真的去了IFC購物 情況就是 480點的升幅 而這隻1177 可以只是升一 跟石藥一樣 又是拿一句說話 前底站不到 你就照等它彈 但是 等不等到我真的不爆 好 有人說 8680元有貨 貼不貼? 貼 是我說的 我領軍的倉都還在貼貼 我真心相信這個股是真實 不要小看它 好 接著 Jason又說 走錯了763 874 老實說 走錯都是時間性 走可能是對的 但是 倒入1177就錯了 好了 763 現在正在彈4個百分點 至於874 正在彈2.5個百分點 你看太短時間了 你又用一天來去平衡一隻股份 好了 1177 都開低走 慘 唉 我都不想遷就你的股 2186 升1.4個百分點 可否保留貨底 我真心告訴你 可以 其實我在不同渠道 回答到我都生氣了 是可以 但是你真心要苦心自問 我是真心想保留一個很長的time frame 例如儲錢 課點 課退休 課小孩子讀書 即是那種長線投資 你明不明白什麼叫長線投資 潛質沒有變的 是市變了 所以課底 只要課底的上 那種規模 是令到你覺得上落都不會太過 哎呀 今天又睡不著 哎呀 明天又開心到 但是沒有人這樣 是怎樣的 細水長流的東西 就是正常心跳的 刺激的東西 是不會用來細水長流的 好啦 跟著呢 就是700 吃不吃 700 但是我就不吃的 應該這麼說 現時 現之上早 你記住 我今早叫你記住的一件事 就是453 現在458 那老實講 是不是楊竹 現在說實在太早了 開市七分鐘 如果是楊竹的 那市 我會繼續等 等隻700 看一下它可不可以彈多 一天 兩天 三天 如果不是的 是陰竹的 那我就看一下 騰訊呢 他自己是不是楊竹 他自己是的話 我都會卡拉 可以 看著先 如果他自己也不是 那就可以吃得了 吃得了 好啦 跟著呢 有人問 Annie 就問 874和2186 是否同等級可以彈 就是 一隻是我的六寶 一隻是我的七寶 我兩隻都真心有信心 我不是為了堅持些甚麼 而騙大家 你苦心自問 我問六業過去半年 有幾多隻藥 入臨床 獲批 推出市場 是完全 on the track 是股市不行 所以 價值在 874 是大健康概念 它不是只賣藥 它賣偉哥 它再賣王老吉 飲品大健康 不是只賣藥 我真心相信 不過 事情不行 中鐵 390 阻力和支持在哪裏 好啦 那我看看 390 老實 中鐵 因為最近都有點破 你變成6.9是支持 6.9是支持 你當一個叫做 橫行向上突破論 6.90 好了 至於你說 喂 止蝕了 你當這浪震衰了 下去了 那譬如6.44 即是說 簡單說 黑色穿底的 就是這個位 藍色穿頂的 就是這個位 就是這個位 叫做 可以做支持 至於你說 目標呢 如果拿著它 手賺目標 我會給 七個一毫半 七個一毫半 那麼 那些位 大概就是17年 年 4月的時候 那些磨位 來的 加油啊 加油 拿著它 其實我真的很想市勝 老實 既然升市 又是賺錢 跌市又是賺錢 沒有必要遇到市 雖然當然 外圍的因素 真的很難由你去作主 好了 有個問 1972 太古地產 還沒走 沒有的 它都是橫行 你就由它 保持住它 因為它橫行 收息 沒什麼所謂 7300可入 你犯了一個大忌 就是說 第一日反彈 你就想 你就想股頂 雖然 熊市 沒錯 但是 你給少少免啊 大哥 直到昨日為止 五日跌1500點 你不要彈500 就這麼快股頂 當然 彈回三分一 其實都不是一個 失禮的規模 但是 一來 你看看今天 售什麼 二來 喂 老實 彈一下 大哥 你不要這麼快 嘩 一上來蓋它 一上來蓋它 你以為打乒乓球嗎 大哥 2388 此股有望成為 恆生第二 當退休股 老實 我覺得 這隻股是很好 但是你說 是不是當退休股呢 當然 為什麼不是恆生呢 你說 有望成為恆生第二 為什麼你不選第一呢 真心我覺得第一是恆生 第二才是中銀香港的 你看看你自己要怎麼選擇 我也覺得沒有必要第二 兩隻都買的 兩隻都買其實是多餘的 你如果二選一的就是恆生 而如果已經買了中銀的 其實我會說 沒有東西失禮你的 保持住它 是不是 OK的 現在恆生指數 四百四十點升幅 你記住 不要 不要妄下定論 又是我那句很老套的 我很於父的 我不會 十二分鐘開始 我就跟你說 今天是爆聲 追貨 我呢 沒有半天 我不敢下定論 給半天時間 十二點那一節 我跟你說 究竟現在 究竟開陽還是開陰 我才可以告訴你 究竟怎樣的情況 明白嗎 好了 節目來到這裡 四百四十三點升幅 兩萬六千七百八十七 記住 今天的metric number 四百五十三 開市的升幅 這個是定牛熊的 待會 11點四十五分 跟大家見面 拜拜